那我自己在聽到這個商品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們要怎麼拿這個漢堡 我覺得這商品很酷耶 它上下都是這個炸雞排的概念 這個漢堡呢 它有點像是骨頭貓的概念 大小真的是有一點大耶 不過它的烤肉香呢 還是很重的 相信它應該是在做肉排的時候 就有塗一些烤肉醬 我個人覺得就稍微 有一點點小貴 但是 為了吃肉 我可以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是漢堡王在中秋節推出的 限定商品 無麵包版重磅漢堡 去年呢漢堡王就已經有在 中秋節推出了一個 17.6盎司的巨無霸烤肉堡 當時沒有吃到這東西 但是我想這東西真的是一個人 絕對吃不完的嘛 今年呢漢堡王推出了 比較器量級的版本 8.8盎司的烤流堡 另外呢還加碼推出了一個 熟成蠟雞的回報 那我自己呢在聽到這個商品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啊就是 我們要怎麼拿這個漢堡啊 那我們都知道漢堡就是因為 上下有這個麵包 是乾的 所以我們才可以這樣雙手拿著 那如果把這個麵包拿掉 都是改成肉片的話 我們的手難道不會都沾滿一些醬汁嗎 那所以我很好奇 它等等會怎麼樣呈現給我們看 第二個呢是我覺得這個漢堡 絕對是有在健身的人的最愛 客人呢也是一個肉食愛好者 所以呢對它抱有超高度的期待 我們就有話不多說 趕快去一點餐吧 登啦我們的餐點到啦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這個漢堡啊 有別於一般的漢堡 它還幫我們多加了一層紙袋耶 不知道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登登 就是長得差不多 感覺跟一般的漢堡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那小上呢我覺得 上次的那個紅豆牛肉堡比起來的話 好像稍微小了一些些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有麵包的關係 那我們第一個猜出來的呢是辣雞堡 所以我們就先來試試看那個辣雞堡的味道吧 哇哦 我覺得這商品很酷耶 它上下呢都是這個炸雞排的概念 那它中間呢夾有起司 酸黃瓜 洋蔥 生菜 還有番茄 其實內容物還蠻豐富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有麵包的關係 什麼東西都給它加進去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雞排的部分啊 其實它還蠻乾的 不是我想像中那一種 一拿出來然後好像就會有很多醬汁 沾滿手的感覺 其實我每次可以直接把它這樣 拔起來的 只不過呢 裡面的內容 可能會掉出來 這是比較危險的部分 我們就囉 開車囉 好辣 超辣哦 不愧是辣味雞排寶 但是它的辣是有餘韻的 一開始咬還好 那後面呢會越嚼越辣 我覺得我目前吃下去的第一口啊 這個帶到其他像是 起司啊 酸黃瓜啊 或者是生菜等等的味道 這個漢堡呢 它有點像是 滷河包的概念 有非常多不同的料 然後分布在各個不同的區域 所以你每一口咬下去呢 都會有不一樣的味道 不過有個共通點就是 炸雞的部分 還是佔了絕大部分的味道 然後醬料的部分呢 其實沒有放非常多的醬料 就是只有單純的番茄醬而已 算是蠻突顯這個漢堡的重點 整體來說我覺得其實不難吃 只不過它比較沒有味道融合起來的感覺 分離的食材去做成的一個組合 給到個7.8顆星吧 偏乾一點點 需要搭配飲料會比較好 因為它實在是有點辣 越嚼會越辣 所以你可能也是要有辦法吃到 小辣到中辣的人 才有辦法去適應吃完整個漢 好 那我們接著呢 就來看看這次推出的 輕量級8.8烤牛飽飯 外面看上去呢 比辣雞腿飽稍微扁一些 這個直徑的部分呢 感覺是有比較大的 你看它可以跟我的臉 差不多了 我覺得跟上次的紅豆牛肉堡 差不多大 馬上來看看吧 喔呦 哇 然後我們外觀上呢 大小真的是有一點大耶 這個點一個套餐 我覺得女生可能吃不完 那我們再著看到內容物的部分 它上下呢 都是兩塊烤牛排 有生菜 番茄 酸黃瓜 起司 感覺跟這個辣雞堡裡面是 差不多的 所以說外皮換成了是牛肉這樣 那我蠻驚艷的是 沒有像我剛剛想的 會一拿起來就整個噴汁啦 好 來吃吧 比較起來的話呢 我覺得它比辣雞腿飽 好吃一些 這個肉排的部分 比較適合一些 一樣也是用番茄醬 好像沒有特別在沾烤肉醬 不過它的烤肉香呢 還是很重的 相信它應該是在做肉排的時候呢 就有塗一些烤肉醬 它跟烤雞腿飽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咬下去 真的都只能吃到肉排的味道 其他不管像是生菜啊 還是起司 吃不太出來的 吃到生菜的時候 你會有這種脆脆的口感 但也不會有生菜的味道 整體來說的話呢 這個漢堡我覺得可以給到 8.5顆星吧 還不錯 我覺得這次的漢堡口味上呢 還算是蠻新奇的 畢竟相果的話是第一次吃到沒有麵包的漢堡 那比起有麵包的漢堡呢 我個人覺得多了一些滿足感 因為畢竟愛吃肉嘛 所以你會有種爽感 口味上呢也不差 只不過我覺得像是辣雞腿飽 可能就稍微有點偏乾 最好呢還是要配一個飲料 會比較好一些些 最後來說一下它的價格 烤牛卯的部分的話呢 單點是179元 那辣雞堡的話呢 單點是159元 然後如果要加套餐的話呢 都是各加40元 我個人覺得就稍微 有一點點小貴 但是 為了吃肉 我可以 目前漢堡網坡是全部門市都有在販售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買來嘗試看看囉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就要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等一下期見吧 掰掰 我覺得這個漢堡呢 真的是肉食主力者 會很喜歡的一個漢堡 吃下去就很爽了 你要說它特別的經驗嗎 其實也沒有 它的肉排呢 就是一般漢堡我們會見到的那種肉排 但是沒有漢麵包之後呢 你就會更少了一些那種乾乾的感覺 所以吃下去就是 一口接一口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